关于本书,这关于本书做出来的那个超连结跟以前的那个网页很像 可是不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做出一个按钮 按钮的话,其实各位可以参考官网上面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在JQuery Mobile的官网上面 JQuery Mobile的官网,其实官网里面的demo demo里面它就会有一些相关的各种 就是JQuery Mobile里面原件的相关的设定 而且它会有最后的结果,还有里面可能需要的程式码都有 所以我是建议,如果你没想要多了解这个JQuery Mobile 里面将来到底能做出什么,不能做出什么 有时候你反而看书都是二手资料 一手资料都在这官方网站上面 那你可以怎么办,没事点它看看,看一下有哪些功能 那甚至这些东西啦,其实答案都在这里面 那其中有关Button的部分,可以稍微看一下 另外我刚刚讲那个Sync 这个Sync它的布景主题 里面它有一个工具,我觉得还蛮棒的 就是说如果你将来要做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就是这个一个手机的画面 它里面提供了非常多的 这个,有没有,各种颜色可以让你去挑选 那你可以自己去增加,比如说ABCD到Z 你可以自己去做 最后你可以download它的Sync 把它盖过你原来的CSA就可以了 但是可能要注意就是说 这边可能会有版本上面的差异 因为像我们现在 Zenweaver用的比较旧的版本 是1.0的版本 所以你可能在设计的时候 可能要先找到1.0 关于本书把它变成按钮 那其实变成按钮 其实非常简单 关键就是在什么呢 先选取它 你如果要把它变成按钮的话 关键就是 它的什么呢 这个标签 先检视窗 要把这个变成 这个按钮的话 它有个叫Data的角色 DataRaw DataRaw部分的话 这个DataRaw把它选起来 DataRaw 如果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就有 把它DataRaw改成Button 意思就是说 把超连结 变成一个按钮 这个时候DataRaw我们来数一下 按一下它 那我就直接即时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马上变成一个按钮 那想说老师 DataRaw的按钮 可是已经做出来了 可是我觉得它没有一个 Icon 感觉好像不够漂亮 可不可以帮我加一个Icon 当然可以 Data里面 其实你会发现 按即时这边其实也可以改 那你要怎么知道说它有哪一些 其实这边有没有 Data后面有没有加一个 Icon 对不对 Icon部分都列出来了 那关于本书 我希望有一个关于 关于那你想说 用哪一个按钮比较OK 其实这里面的话 总共有17个按钮 我记得 1.0 那这个按钮 其实在官方网站上面也有 反正它这个Icon 上面的名称 我们把它改成Info好了 Info的话就是Information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我觉得Dragilever这个功能 实在太棒了 即时 马上可以看到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 这个Icon不OK的话 那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就是把这个改一下 那如果你觉得 这个我不知道哪一个 这个Alert好了OK 你会发现 Alert出来了 有没有 那你反正没关系 你按钮不知道 随便乱点一下 没关系啦 总共才17个嘛 反正又要看一轮 不用记啦 因为上面都有名称嘛 对哦 那我刚刚是用Info OK Start Start就是新号嘛 马上变新号 好 那再来的话 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 这好像也差不多 可是我觉得颜色有点 太 太单纯了 那怎么改颜色 很简单嘛 刚刚不是讲过 Data什么 拆也拆得出来 有没有 那其实这些 都是蛮固定的规则 它就是透过属性 去改变它原件的外观 每一个都有DataRaw DataRaw就是它的角色 原件的角色 包含刚刚有个Page 对不对 Page就是一个角色 包含就是Header Header就是一个角色 Content Footer 什么Button 反正一堆啦 你如果要改的话 其实说真的 这些东西都不用背啦 有时候我就 把那个属性改一改嘛 稍微拆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DataSign 如果你要变成蓝色的话 请问要给哪一个 B嘛 所以我刚刚讲嘛 五种颜色嘛 JK Mobile 黑 蓝 银 灰 黄 很好背嘛 这个蛮重要 因为用到机率太高了 你就把这个稍微记一下 口诀 蓝色 出现了 OK 其实我觉得DataRaw 目前来看 那跟JK Mobile 最好用的工具 还是用JK Mobile 其他好像坊间没有 老师 如果是有CC 大版的 有CC啊 是不是更好用 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不过CC的话 会需要有DataSign那个问题 DataSign的问题 因为那个目前 它是线上版 每个月就要注册 缴个费 缴个保护费 因为它现在就不卖断了 就是要每个月 或者每一年 缴很多的钱 那当然这个东西是值得啦 因为你要快速开发 目前来看 应该是这个 那你说Visual Studio 有没有这个功能 跟各位讲 没有这个功能 Visual Studio怎么开发 有没有看到左边那个部分 左边那个部分 请自己打程式 当然你说打程式 大家也可以啦 只是说那个开发效率 应该是没有右边来的快 因为右边 看一看 OK就拆得出来 所以我们刚刚才改了几个 DataRaw 变Button 对不对 然后DataSync 改成B 另外DataIcon 改成Start 那最后可能还有什么呢 也许你想说 老师那可是这个按钮这么大一个 可是我的习惯是希望 它字有几个字 那我就不要太大 就是刚好跟字一样宽的话 那这边还有一个什么 Data什么 Inline Inline的话就根据这个字的长度去做缩放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True 更新 有没有 变小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不只放一个按钮 你可能要放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一排你要放很多个 那你可以用DataInline 诸如此类的 那还有什么呢 DataInsert 有些可能我比较少用到 还有Data的什么 像这个 这个Icon的位置 其实你可以猜得出来 这个DataIcon的Possession Pause 它这边应该会有上下左右 固定应该是在那个 就是 左边是预设的 可是你想说老师我希望放在右边 那怎么办 很简单嘛 我想应该是这个 Right 对 按下去 有没有变呢 变了 所以你看 这里面太多了 我还没有全部讲 反正里面呢 有兴趣的 请各位自己再玩玩看 但是如果你想说 老师我不要记那么多 最重要的 反正关键 一 我刚刚怎么做 特别做 所以等一下有时间自己玩玩看 想要知道更多 请你到官方网站上 一堆 全部都是 其实我是从里面看到的 只是官方网站上没有 右边这东西 那我只是把那个 它的程式码拿来这边找找看 还有就是在那边找 一 先把游标放这里 先把这个 第一个 这个叫DataRaw 这是颜色 DataSync 然后DataIcon DataIcon 然后Data 顶多这个是其次 这个我想这个不改 没关系 这个只是锦上添花 然后DataInline 就是你要不要变成是 短的跟长的 DataInline OK 那这个部分我想各位试试看 针对按钮部分 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设定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这个方式 其他未来的元件 其实用法很多是接近的 所以其实你要学习JQuery Mobile 其实说真的 与其去背那些 哪些属性的名称 倒不如你用理解 因为理解之后 你会发现好多都相通的 根本不需要背 主要是要了解它 如何去使用元件的一些属性设定 那基本上这边 大部分就是属性的 属性这边它几乎 就是透过它的CSS 全部都帮你搞定了 当然至于它里面CSS 怎么设定 我想应该也不是你想 你也根本 不是你想关心的重点 OK 那试试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后面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包含就是说 比如说我要外部 像外部连结 连到其他网站 或者是说做出一些 转换的效果 或者是其他还有一些什么 可以让我在多页切换的 相关元件 这些都是做APP 的一个基本要素 如果你这些先掌握好 未来你要做一个很漂亮的APP 的界面 其实是相当容易的 甚至如果你加上那个Sing Rover 做出来的又更精致更美丽 更漂亮 那这些方式 那这些方式 绝对不是原生方式可以媲美的 因为JQ MOBA 几乎让那个APP 那个整个 有点像引擎加Turbo一样 等于是几乎都有了 那再来就是转换 转换成那个跨平台的APP 那这后面可能还 因为Zenweaver这块比较弱 所以后面当然要转换的话 就必须用Visual Steward来帮忙 所以有点像记忆力赛 前面先他比较强 他来做 后面他比较强 让他换换手 OK 所以这部分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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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